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上海发纳科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租书机销售部部长余新丹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余部长您好 其实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 请问今年以来对发纳科和日本的租书机生产商带来了那些的影响呢 2020年应该是一个很难忘的年份 那么之前的贸易战加上年初的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么整个的生产的次序都打乱了 那么所有的人家所有的厂商都在适应这个变化的环境 那么发纳科来讲在中国的话也受了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相对来讲主要还是疫情就是说带来的这个 物流方面的这个影响会相对大一点 是 所以都是各个范畴都有受到影响 是的 那你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发纳科租书机部门是如何应对这次疫情 就是你们有什么战略 还有就是在后疫情你们预计有什么战略呢 疫情发生以后我们就预估到了这个物流可能会产生影响 那么我们在这个前期的话就是春节一过以后 我们就跟日本联络紧急的制造和发送了一批这个设备到中国来 那么来应对这个应该是五六月份最危急的时候 那么历来的话日本发纳科是接订单生产 但是今年的话我们库存了一百多台机器来应对这个一到两个月的这个市场需求 来做这个尤其是针对国内的这个医疗耗材方面的这个生产需要 医疗耗材主要是哪一些方面的产品啊是口罩还是那些的产品啊 我们更多的是医疗检测耗材比如说柴血管的那个移叶头啊之类的这些产品 还有就是喷雾类的产品因为现在消毒用的那个喷雾喷头笨头需求量也是大幅的这个增加 那么我们主要是在这两款市场对应的比较多一点 那在未来的两到三年你认为那些应用行业在中国市场 以及全球范围内会迎来增长呢? 未来两三年的话我们认为因为疫情的原因的话就是个人卫生包括医疗检测行业应该是会有全球性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 那么第二个附带的话就是光学的监测监视 因为这个流调的原因嘛大家对行程轨迹的这个更为关心的话 这方面的需求也会增加 当然不好的话是因为整个疫情的原因会造成消费电子 还有就是汽车等非必需用品的这个市场的下降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诸书机相关的一些技术呢 除了工业4.0等数字化趋势以外 未来将先那些方向去发展呢? 4.0是中国提出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2025的这个智能制造 但是我们发现在整个行业内还有很多的技术和基础的缺失 那么未来两年的话我们的重点可能会放在这个制造的标准化 那么工艺的标准化和这个管理的标准化 虽然现在外面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类似于像这SAP啊 ERP啊 MAS软件之类的 但实际上真正的应用还是毛人缝脚的 而且尤其是做这个软件管理的基础 制成的这个标准化工厂的工艺的标准化 现在很多的企业都不具备 那么未来两年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住宿 它要崛起或者说要提高的话 主要就是在这一方面 那么我们也会把精力更多的投入到 协助客户建立这个标准 建立这个标准化上面去 所以如果这个标准化可以推开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智能制造就可以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是吗 是因为所谓的工艺4.0它本身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 那么你的数据都不能标准化的话 或者说你的数据是无序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大数据来真正的分析 提高你整个的这个水平或者说你的技术 那么这些基础的东西如果不重视的话 我们所有的都是建立在这个空中楼阁上面 那么作为我们国内的制造业的人员 即使是我只是我是做设备的 我们觉得还是要协助我们的客户去找准方向做正确的事情 那我还有一条问题想问的 就是现在中国政府就推进了很多发展的战略和各个省市 都有很多政策出来 就比方说那个大湾区建设还有那个新基建 就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 那你觉得对发纳科的住宿业务会带来什么商机呢 中国的这个新基建本身是一种这个扩大内需的这个举措 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好消息 因为基础建设的这个投入 那么本身也是为了改善民生提高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 那么对高端的精密的这个需求实际上是增加的 那么发纳科作为这个高经济的代表 那么对我们的市场拓展实际上是有帮助的 另外的话在基建当中的话 塑料是无处不在的 尤其是塑料加工这一块嘛 工业之母的话 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 那么市场应该是会扩大的 好 非常感谢余部长 你今天的分享是非常精彩 谢谢 谢谢啊 我们对中国塑料业未来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也很希望中日两国的塑料行业在未来有更大的合作 再一次感谢余部长 谢谢 也很感谢大家收看行业及市场展望 对话大咖的节目 我们下一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